当欧美的疫苗纷纷足够 而且疫情纷纷控制的时候 美国跟欧洲 还有中国的经济复苏慢慢的出现 美国星期五的股市 让我们来看一下 道雄指数分别上涨0.52% 1.47% 0.88% 很大的一个原因 本来这个礼拜 市场非常担心通货膨胀 特别担心连准会 因此会降低对于公债的购买 还有公司债的购买 但美国一公布 它的就业报告不及预期 本来预期路透社所调查的经济学家 是可以增加65万个工作 结果增加55.9万个工作 本来这不是一个好的 就是一个数据 反而使大家认为说 那不会有通胀 那联储会不会很快的 进行它的大幅度的减债措施 所以呢 美股反而在周五的时候 出现的是升高的状况 所以一整周下来呢 美国的整个股市 并没有跌幅 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涨幅 分别是0.66% 0.48% 0.61% 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指数 美元的指数 今天这个礼拜呢 有一个重要的讯息 是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 将出清所有的美元资产 美元资产是1860亿美元的基金 之后将主要的 它要持有欧元 这使得美元指数 本周它只小涨了0.12% 黄金的下格 本周下跌了0.7% 因为风险开始降低了 来看一下 本周的半导体的股价 台积电宣布 将建成2奈米的半导体 这是台积电在6月2号 所做出来的正式宣布 是台积电和麻省理工学院 跟台大电机系 共同合作出来的 进一步扩大领先竞争 对手韩国三星电子的一个优势 本周半导体的股价 Intel上涨了0.44% 台积电的ADR消息 上涨了1.83% 三星的GDR 在跟美国合作之下 上涨了3.13% 本周美国科技股 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一些修正 脸书上涨了0.49% Amazon下跌了0.52% 苹果上涨了1.03% Google上涨了1.67% 本周的欧股 我刚刚特别提到 欧洲慢慢走出了 它的经济疫情的影响 本周欧股大多数 都是上涨的局面 德国上涨了1.11% 法国股市上涨了0.49% 意大利股市上涨了1.59% 英国即使受到了 英国变种病毒的影响 印度变种的影响的 仍然上涨了0.66% 本周亚币对美元的汇率 日元升值0.3% 寒缓贬值0.12% 新台币升值了0.03% 人民币在政府的 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 贬值了0.42% 待会回到文倩的世界 财新周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